12月26日零时至24时 辽宁省新增7例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均属普通型病例 其中沈阳市报告3例 大连市报告4例 新增3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其中沈阳市报告1例 大连市报告2例 无新增治愈出院病例 在26日大连市举行的防控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大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赵连表示 经辽宁省总指挥部同意 将金浦新区10个社区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并实施相应管控措施 经省总指挥部同意 将金浦新区雍正街道 古城甲区 光宗街道的红旗社区 胜利东社区 友谊街道的金华社区 古城乙区社区 金海社区 康乐社区 新民村 战前街道的连胜社区 圣斌社区 共10个社区 划定为中风险地区 并实施相应的管理措施 在大连市防控疫情新闻发布会上 大连市教育局局长赵阳表示 大连市教育局进一步加强在大连高校期末疫情防控工作管理 结合在大连高校陆续进入期末的实际情况 指导各高校科学有序安排期末工作 不提前放假 指导各高校 主动担当作为 立足不给外部带来风险 科学有序安排期末工作 不提前放假 到了正常的放假时间 要按照省市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要求 根据疫情防控形式需要 即风险可控 风险等级降低的情况下 措时措峰 有序做好 寒假 放假安排 组织学生 分期 分批 安全有序 离校离联 指导离校离联学生 做好 途中 及居家防护 在26日的沈阳市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第10场新闻发布会上 沈阳市疾控中心副主任王平介绍 2020年12月26日零时至24时 沈阳市新增三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一例无症状感染者 防疫人员已紧急深入疫情现场 进行流调排查 截至目前 共排查出三例病例的密切接触者81人 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30人 已全部转入医学隔离点 实施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根据患者行动轨迹 活动范围 初步划定1点32个 采集环境样品 1007人 1007份 开展病毒核酸检测 结果均为阴性 32个一点 由市区两级疾控中心 进行了彻底的中目消毒 消毒面积达9806平方米 并进行了消毒效果评价 切断传播途径 彻底消除传播风险 12月26日已完成核酸检测 1590人犯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